我正在建设你一个房子 正在这里 我们的房子 你会结婚我吗 理查德和米尔德里德 在美国首都结了婚 我现在代表你夫妻和妻 不过在他们居住的维吉尼亚州 按照《种族完整法》 他们的结合是非法的 在这里 你跟那个女人在床里做什么 他们被逮捕 被指控 还背叛有罪 主对夫妇为避免坐牢 不得不离开维吉尼亚州 1958年 他们搬家到了首都华盛顿 离开了朋友和家人 5年之后的1963年 米尔德里德受到民权运动的启发 写信给美国司法部长 罗伯特·肯尼迪寻求帮助 然后美国民权同盟的 华盛顿分部联系了他 导演杰夫尼克尔斯 依靠历史视频资料 和一部深度纪录片 来了解这对夫妇 不过这部电影的力量在于 尼克尔斯塑造了两个人之间细致入微的深切爱情 他们想要的只是一起共度一生 1967年 最高法院做出了对他们有利的裁决 洛文与维吉尼亚成为了一场里程碑式的官司 推翻了全国各地的禁止不同种族结婚的法律 人们热议说这部影片有可能得奥斯卡奖 在华盛顿最近开幕的非洲裔美国人博物馆里 杰夫·尼克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这让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谦虚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努力讲述这个故事 理查德和米尔德·李德的故事 2012年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 我感觉到很惭愧 这是我们美国历史上最根本的一部分 女演员鲁斯·尼加在米尔德里德这个角色上 倾注了心血 她触及灵魂的表演赢得了掌声 她告诉美国之音说 女主人公被逼无奈才成为活动家 她巨大的勇气令她深感憧憬 并激励她把这个人物演好 我们怎么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通常是我们处于危险中的时候 当我们被逼要找出真实的自己 我认为当我们的真实面目显现出来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毅力和品德 李查德·洛文和扮演者乔尔·埃哲顿 被问到像洛文这样的电影 在当今美国政治分化的环境下 是否能够吸引广泛的观众 她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不断地碰到同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会一直存在 所以有新故事总是好的 有时候温和的故事 让我们可以散个步 走一段善解人意的路 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我想这会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 将会产生共鸣 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